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部神剧 竟然60万人打出9.1的高分 让无数人全程哭着看完 至今不敢再看第二遍 而他就是 我是遗物整理师 更可怕的是 每一个故事都是真实事件改编的 真的是超级温馨和治愈 一个实习生正在俯身检查设备 下一秒机器居然启动了 可当男孩反应过来时 他的脚径被机器卡住拔不出来 男孩拼命地按着停止键 希望能让机器彻底停下来 可是却无济于事 最后只能绝望地任由机器碾压他的脚踝 脱困后男孩一瘸一拐地走在寂静的街道 倔强而又无助的背影看得让人心疼 他躺在仅有厕所大的出租房里 由于深夜医院都关了门 只能忍痛等第二天再去医院治疗 可没想到他竟不幸感染了破伤风 撕心般的疼痛让他不得不蜷缩着身子 在这无尽的痛苦之中渐渐失去了生命 第二天他的房间迎来两个陌生人 他们便是遗物整理师 是一种专门为事者整理遗物的特殊职业 他们进房间并没有急着整理遗物 而是摘下黑色的帽子低头目矮 男孩叫可鲁 患有严重的强迫症和自闭症 而遗物整理师或许是他最合适的工作 他们不仅将事者的物品打包整理好 更重要的是 通过遗物读出事者还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代替他们将未了的心愿一一表达出来 从遗物上得知 男孩的名字叫金轩宇 是一个工厂的实习生 生前最大的心愿便是顺利转正 由于家境贫寒 他每天吃的全都是打折的灵妻食物 背包里的内衣 指甲剪 还有除臭剂 这些都是为了掩盖身上的汗臭味 可鲁还发现轩宇很爱他的父母 为了凑起母亲看病的费用 他将每天省吃剪用 节约下来的钱全部存起来 随着所有遗物一件件从房间里搬出 他努力生活的痕迹也被渐渐抹去 在收拾完整个房间后 静佑和可鲁两人再一次低下头 此刻或许只有沉默才是对事者最大的敬意 在回去的路上 可鲁指着面前的一家便利店 说那就是金轩宇经常买吃的地方 凭着过目不忘的记忆 他将购物清单上的内容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 静佑欣慰地看着儿子能够发现这些细节 随即朝着便利店的方向望去 里面的女收银员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仿佛明白了 轩宇为何要往身上喷出臭劲 或许是为了在心爱的女孩面前留下好印象 又或许是善良的他不想因为 自己身上的汗臭味引起别人的不适 当静佑和可鲁赶到轩宇的葬礼上 却看到领导正用着粗鲁的口吻 向他父母解释轩宇并不在工伤范围之内 只因他是在自己的出租屋去世的 并不是在工厂上班时造成的 于是就将工厂的责任推诿得干干净净净 而这一次过来送抚薛金也仅是出于道理 等他们走后 静佑和可鲁才来到轩宇的父母面前 行礼过后 静佑告诉他们 这次过来是准备将遗物交给他的父母 旁边的人突然过来用手语翻译了一点 此刻静佑才明白两人竟是聋哑人 得知静佑等人是来送还儿子遗物时 两人悲伤地用手语表示着对他们的谢意 母亲轻轻地抚摸着写有儿子名字的位置 缓缓地从黄色纸盒中取出书包 紧紧地将他搂在自己的怀中 直到此刻他依旧不愿相信儿子去世的事实 盒子中的手机却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迫切地想要知道儿子去世的真相 原来轩宇在受伤后向组长请病假 却被组长无情地拒绝 让他深夜去医院接受治疗 还警告他不许对任何人说是因公受伤 不然就会被工厂立马开除 母亲看着手机上无情的对话 他脸上写满了悲伤和字责 不敢相信自己的儿子竟受到如此委屈 无尽的愤怒却只能集中到钻井的拳头中 而另一边正在吃饭的工厂代表 却在那边说着泯灭人性的话 愤怒的静佑来到他们面前 拽着男人的手便朝着轩宇母亲方向走去 接着静佑告诉他 如果有什么想对轩宇同事说的话 他可以帮忙翻译给这群人听 接着他拿起心风 狠狠地将他塞进男人的怀中 眼神坚定地告诉他 就算没有这钱治病 自己宁死也不愿用儿子拿命换来的钱 母亲痛恨的眼神让男人羞愧地不敢指示他 就在此时 正在门外等候的可鲁 却被一个漂亮的护士吸引住了目光 紧接着他一声不吭的紧跟护士身后 愤怒的护士质问他为什么要跟踪自己 可鲁表示他想跟护士拿一样东西 眼神却死死盯着他的胸口 护士被可鲁贪婪的眼神吓得连忙无紧胸口 还没等他散应过来 可鲁便静直地走上前去 护士被这样的举动吓得连连尖叫 休息室里 可鲁紧张地不停背诵动物名称 闻讯赶来的父亲紧张地检查他有没有受伤 接着又替儿子向他们说了声对不起 原来这一切都源于护士胸口上的徽章 可鲁只是想买一个同样的徽章送给逝去的宣语 但不善表达的他却被护士舞当成色狼了 静佑看着如此懂事的儿子 脸上充满了欣慰的笑容 老师 一 45 恥 疾 sine 接着可鲁来到宣语的灵堂前 将努力得来的徽章别在了他的背包上 母亲从盒子中取出儿子生前的存折 看着上面每一笔的存款 他明白这些都是儿子拼命工作节省下来 为了给自己做膝盖手术 还有治疗他父亲的眼疾 人生也许就是不断地放下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 我都没能好好地与他们道别 这个男孩有着惊呼可怕的超强大脑 仅凭着肉眼便能计算出水族管理鱼类的数量 甚至可以清楚地指出哪条鱼身上有伤 而这些对他来说也都是小菜一点 本以为他会开挂走上人生巅峰 可没想到他竟患上阿斯伯格症 是一种没有语言和智能障碍的自闭症 幸运的是克鲁有一个十分疼爱他的父亲 一直贴心地陪伴着他 而父亲做的早餐也是克鲁最喜欢吃的食物 可这一天父亲却突然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可鲁却很难理解父亲说的潜在含义 慌乱地询问父亲要去什么地方 为了不让儿子胡思乱想 父亲开玩笑地告诉克鲁 他有时候也会想吃男孩煎的鸡蛋 所以才想让儿子学习如何做早餐 孝顺的克鲁信以为真 连忙站起身便要准备学习如何制作煎蛋 看着正在忙碌的身影 父亲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第二天正当克鲁盯着鱼刚看得入迷食 父亲询问他要不要陪自己去见律师 克鲁头也不回地告诉他 自己只想留在这里看鱼 他环顾四周思考一下决定自己独自前往 正准备离开的静幼却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身对着儿子喊了一声 他用手语告诉克鲁 自己会永远陪在他身边左右 然而此时的克鲁还不知道 这竟然是他和父亲最后的一次对话 而静幼之所以去见律师 也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 害怕自己出现意外后 没有人代替自己照顾患病的儿子 于是变迁了一份秘密协议 有时候一些事情你越害怕 他反而更积极地找上的 如往常一般过马路的静幼 突然用手捂住心脏的位置 身体不受控制地瘫倒在地 躺在地上的他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然而路边的行人却冷漠地走了过去 静幼绝望地看着这些冷漠的行人 他用尽全身力气打开了手机 但他却没有选择拨打救护车 而是用唯一的求生机会 拨通了儿子的电话 另一边坐在车上等待父亲的克鲁 看到父亲的电话立马接了起来 可电话的那端却只有父亲的喘气声 克鲁呼唤了几次后才听到父亲的声音 静幼艰难地吐出一句道歉的话 这个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父亲 此刻心中却充满了担忧和自责 或许是担心儿子得知自己去世后 自闭症会变得更加严重 又或许是责怪自己走得太早 丢下儿子一个人独自面对着残酷的生活 随着儿子电话里的一遍遍呼喊声 静幼也随着时间渐渐失去了意识 另一边被挂断电话的可鲁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不停地拨打电话却始终无法拨通 此刻焦躁不安的可鲁再一次犯病了 一向被父亲贴心照顾的可鲁 他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赶到父亲身边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父亲曾交过自己开车 甚至还为此考取了驾照 他来到驾驶室的位置 嘴上不停地念叨学车时的步骤 磕磕碰碰地将车行驶到路上 就在他专注开车时 前排车上的薄膜突然盖在了挡风玻璃上 看着眼前的薄膜犹如虎湿袋一般 一股不好的预感顿时涌上心头 紧张焦虑的可鲁并没有注意到手机来电 而这正是救护车上的医护人员打来的 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进入了生命倒计时 交警不停地敲着窗户 原本就焦虑不安的可鲁变得更加慌乱 自闭症的他根本无法应对这些事情 或许是此刻的可鲁感受到了父亲即将离去 焦躁的他只能不断地摩擦着耳朵来释放压力 当金佑的心电图变成了一条直线时 可鲁变得更加狂躁不断地拍打着脑袋 直到他见到唯一的好友小树 才恢复平静并将车窗摇了下来 而小树则是一把抱住可鲁通哭起来 他已经得知可鲁父亲去世的消息 然而单纯的可鲁却安慰小树 火葬场里 看着工作人员手中用白布包裹的骨灰盒 可鲁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 他木讷地接过父亲的骨灰盒 脸上却看不到一丝难过和悲伤 可当有人准备拿走怀中的骨灰盒时 可鲁躲闪的举动让大家感受到了他的悲伤 他并不想将父亲的骨灰抛洒出去 而是希望能够带回家一直陪伴着他 可鲁不顾别人的劝阻静止离开 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的画面 回到家的可鲁 嘴角边不停地说着爸爸会一直在自己身边 双手却来回抚摸父亲的骨灰盒 希望还能再感受一下父亲带来的温暖 可就在这时 家里却闯进了一个陌生男人 以极度嚣张的姿态告诉可鲁和小树 这个男孩真的太可怜了 刚刚送走疼爱自己的父亲 没想到家里竟冒出个恶棍 以极度嚣张姿态地告诉可鲁和小树 以后他才是这间房子的主人 这个男人叫上九 原来他竟是可鲁的亲叔叔 刑满释放的他刚走出监狱大门 一个律师便来到他的面前 告诉他同母异父的哥哥去舍 希望他可以成为可鲁的监护人 然而上九却有些幸灾乐祸 办公室里 吴律师将前因后果全部告诉了上九 在得知可鲁已经二十岁后 上九不理解成年人为什么还需要监护人 一向崇尚自由的上九 在得知静是让自己去当保姆 气愤地将遗嘱砸在桌子上 然后头也不回地静置离开 可下一秒 他竟又折返回到办公室 舔着脸笑着说自己愿意做可鲁的监护人 原来上九从朋友口中得知 只要被监护人有财产的话 他就可以随意处置这些钱财的 虽然律师不能告诉他到底有多少财产 但想要成为正式监护人还有几个条件 他要和可鲁在一起相安无事地住三个月 并且必须成为天堂宜居的职员 协助可鲁完成一物整理的工作 律师将一切告诉了可鲁 虽然他不喜欢霹雳脾气的上九 但由于和父亲早有约定 他并没有拒绝这样的安排 临走之际 律师还拜托小数监视两人的相处情况 然而一个是患有严重的强迫症 一个是拉里拉他的刑满释放人员 又岂会不擦出矛盾的火花 口渴的上九拿起杯子准备喝水 却被可鲁一把夺了过去 无奈的上九只能抱着水瓶喝个痛快 接着他准备走进房间休息 却又被可鲁一把揪了出来 他告诉上九 这是父亲的房间 只有他才能使用这个房间 上九不耐烦地将背包扔在地上 准备用武力来宣示主权 可鲁自残的举动着实吓到了上九 看到小树犹如见到救命稻草一般 在小树的安抚下 可鲁这才冷静了下来 小树告诉上九 可鲁没有办法忍受环境和既定规则发生变化 如果想要留下来就必须无条件配合他 事前如命的上九 只能可怜巴巴地在客厅搭个帐篷 而可鲁一如既往地做好晚饭 就连父亲的那一份也一起做了 一旁的上九也被激起了食欲 于是他架起桌子 煮起了患有狡气的酸菜牛肉面 还不忘露出挑衅的眼神 到了晚上 睡着的可鲁依旧不忘守在爸爸的门前 被恶醒的上九却在家里翻箱倒柜地寻找食物 客厅已然成为了垃圾回收站 看着地上的食物残渣和啤酒瓶 小树气愤地跑出去向律师告状 相比于乍乍乎乎的小树 可鲁则默默地穿上防尘服 戴上护目镜 套上橡胶手套 犹如整理遗物一般开始清理现场 强迫症的他 将桌上的杯子 冰箱的食物 全部摆放整齐 而另一边的律师也告诉小树 上九他需要在三个月内通过考核 才能成为可鲁正式的监护人 而小树也是两人的最好观察员 他的报告在将来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两人打完电话时 可鲁也完成了清理工作 上九拉下门帘 却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到了 而可鲁也将整理好的衣物递给他 接着他告诉上九 他们接到了新的任务 需要马上进行衣物整理的工作 当可鲁准备开车时 却被小树拦住了 他害怕又会出现上次那样的意外 于是便将车钥匙交给上九 可鲁他没想到的是 上九开车的方式更加狂野 副驾驶的可鲁被吓得瑟瑟发抖 等到了目的地后 可鲁再一次展现了他的超强大猫 接着他们两人来到现场 得知老人去世一个月才被发现 房间里一股腐烂的臭味扑面而来 而上九却被里面的场景惹心道 连忙捂住嘴巴跑出去吐了起来 你见过这么奇怪的奶奶吗 连续123天站在西服店门口徘徊 难道仅仅是因为太穷买不起吗 可他手上所有的现金 却能铺满整个桌面 盯着橱窗里昂贵的西服 他却每天对着老板重复地说道 下次 下次一定过来买 然而直到他去世 也没有将其买走 更可悲的是 奶奶去世一个月才被他的儿子发现 由于儿子儿媳无法忍受房间里的恶臭 所以他们请来了一物整理师 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寻找老人家的积蓄 甚至因为担心可鲁等人私吞贵重物品 他们才决定守在这里不愿离开 从头至尾没有提起过老人家半句 看着儿子儿媳那副可恶的嘴脸 上九脸上写满了不屑和嘲笑 当他们走进房间后 一股腐烂的恶臭味扑面而来 上九直接被爬满蛆虫的现场恶心道 捂着嘴巴跑出去呕吐起来 看着如此难受的上九 可鲁让他自己出去休息一下 他可以将现场打扫和整理干净的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 这也是可鲁第一次 独自做着一物整理的工作 紧张的心情让他不知该从哪里开始 他只能幻想着父亲一直陪在自己身边 可鲁跟着父亲一起摘下了帽子 对视者一番默哀过后 可鲁开始了一物整理的工作 墙上挂满了奶奶和儿子年轻时候的照片 抽屉里一盒为拆封的包裹 背包里还有一封存折 臂根棒棒堂 纸条上写着一串电话号码 抽屉里装满了取款凭证 将这些东西收拾好 放入了黄色纸盒中 然后交给了奶奶的儿子 而习因为在里面找到存折感到高兴 没有找到存款的儿子 却让上九将一物当垃圾一样扔了 而习依旧不死心地质问可鲁他们 难道一点现金都没有找到吗 当听到可鲁说找到现金时 两人的脸上写满了贪婪 接着他们走进房间 可鲁用力地掀起床垫 底下压得全是钱 却被老人腐烂的体液浸泡得不成样子 然而见钱眼开的两人却丝毫不觉得恶心 撸起袖子将他们衣剪了起来 接着他们要求上九将捡起来的钞票 清洗干净后交还给他们 下班回到家后 这些被污染的钞票被放入化学药剂中浸泡 在可鲁的神器操作下 原本无黑恶心的钞票变成一张张崭新的纸笔 看着铺满整个桌面的钞票 可鲁从桌上随意地拿起一张 仔细地端向起来 看着背面短短的几个字 再联想到抽屉里的取款证明 背包里的存折 还有写有号码的纸条 可鲁心里已经有一些猜想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是对的 他来到银行询问小姐姐 是否还记得一个叫李英顺的女士 小姐姐告诉科鲁 老奶奶每天都会在同一时间来银行 连续123天 只因他每次值取5万元 所以小姐姐们对他印象特别深刻 而且每次取完存款都会打一个电话 可拨通后什么话不说就挂断了 科鲁回想起纸条上的号码 拿起电话拨打过去 他却被里面的声音吓到 同时他也想通了一切 接着他们找到奶奶的儿子 告诉他之前接到的骚扰电话 就是他母亲打来的 可男人却没有丝毫愧愧愧 反而责怪科鲁他们多管闲事 囊囊着让他们抓紧将钱交给他 科鲁希望男人可以跟他去一个地方 男人只想早点拿回他的钱 甚至还想动手殴打科鲁 但被一旁的上酒拦住了 科鲁趁着间隙迅速地逃了出去 因为他明白只有这样 才能将男人引到西装店门口 就在几人发生争执时 西装店老板走了出来 他一眼就认出男人是奶奶的儿子 几人坐在店里听着老板讲述奶奶的事 原来奶奶一直想给儿子买一件西装 老板也被奶奶的毅力所感动 他希望男人有空的时候能过来一趟 表示自己真的会给他好好做一件西服 但男人却表示自己不会定西装 而且如今老人已经去世 他留下的钱自己可以自由支配 小叔劝说科鲁是时候把钱还给别人 但科鲁却依旧我行我素 将只和递到男人的面前 男人接着又说 他过来并不想假装自己是个好儿子 也不想知道母亲到底做过什么 他一把夺过桌上的信封 就在准备离开时 却被地上的一个盒子吸引住了目光 打开一看 竟是一套尘封已久的保暖内衣 上面写着 儿子人生第一次领工资 二十年前 刚毕业的男人挣到了人生中第一笔工资 孝顺的他给母亲买了一件保暖内衣 母亲嘴上虽然在责怪儿子乱花钱 但脸上却写满了喜悦和欣慰 可以想到儿子已经上班了 自己却没有能力给他做件西装 身为母亲的他愧疚地低下了头 当听到儿子要扔了他时 母亲立马紧张地告诉儿子 自己会穿的 自己会穿一辈子的 接着又向儿子承诺 明年春天哪怕借钱也会给他买一件西装 看着简单的两行字 男人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众人看着幡然悔悟的男人 他们不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 竟让男人忘记自己的初心 回到家后 小树好奇地询问可鲁 他是怎么知道奶奶曾去过西装店的 原来在钞票背面写着儿子的西装 于是可鲁通过导航 跑遍了周围所有的西装店 直到老板递给他一根棒棒糖 回想起义物里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他才确定了西装店的具体位置 每个死亡背后都有一段真实的故事 我们将娓娓到来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你见过这么可怜的女孩吗 因为两张看似恩爱的合照 导致女孩受到家暴也没人相信 因为只要男人一拿出照片 别人也只会认为是情侣之间的吵架 甚至在一次的争吵过程中 腹部不小心中刀死在了家中 而男人凭借精湛的伪装成功骗过警方 最终被判定为正当防卫 男人说第一次见到善英的时候 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他 他迫切地想和善英步入婚姻的殿堂 于是就在这一天 男人手捧鲜花准备向善英求婚 或许是因为进展太快吓到他了 善英情绪激动地握着刀 警告男人不要靠近 男人只好苦苦哀求 害怕善英一时想不开寻短剑 他冲上前想要夺走手中的小刀 却被情绪激动的善英划伤手臂 失控的善英再一次挥刀冲向了男人 男人害怕善英受到伤害 慌乱中两人不小心倒在了地上 当男人在起身时 善英的腹部已经被刀狠狠地刺穿了 男人悔恨极了 他一边捂住出血的地方 一边拨打着急救电话 看着倒在血泊中的善英 男人的情绪彻底崩溃了 然而所有人并不知道 这一切只不过是他演出来的 最终将男人的真面目揭穿的 正是身为遗物整理师的可鲁 他接到警方的通知 前来进行遗物整理的工作 上九一进房间 就被眼前的这一幕给吓到 地板上流下一滩血水 沙发和墙壁上也被见得到处是血 可鲁看着墙上善英的照片 他难以想象一个二十多岁的幼儿园老师 竟会因为和未婚夫感情不合走上绝路 他依旧和平常一样 摘下帽子 像是去的人表示哀悼 然后可鲁戴上耳机 播放自己喜欢的歌曲 开始了遗物整理的工作 干净整洁的卧室 幼儿园的工作证 还未送出的毛纸礼物 几本童话书 一些手工作的礼物 还有一张留言纸 而在另一个纸盒中 发现了一本摄像头说明书 可鲁将所有东西装进了黄色纸盒中 并将收拾好的垃圾送到外面 就在这时 小区的负责人却走了过来 他看不起遗物整理师的这份工作 认为他们会给自己带来晦气 甚至还要求他们将车停在看不到的地方 接着可鲁准备去善婴工作的幼儿园 上九宁愿留在原地收拾垃圾 也不想把遗物送给那些不想要的人手中 他走进房间里 看着血迹斑斑的墙面 不禁让上九回想起 小时候父亲殴打母亲的画面 愤怒的上九狠狠地撕掉了墙纸 仿佛想要撕毁他那不堪回首的童年记忆 另一边 可鲁找到幼儿园园长 希望将善婴还未送出的童话书 送给曾经教过的那些孩子们 因为这是他亲自为每个学生一一挑选的书籍 园长却拒绝了这个请求 说孩子们以为善婴出去旅行了 如果现在告诉他们 这是过世的老师留下的礼物 会引起家长的不满 这时小树想到一个办法 接着两人又找到金恩美 可鲁将毛织礼物递到女人的面前 他告诉恩美 这是善婴准备送给她的礼物 上面写着 送给恩美老师的帮包 看着手中还没织完的毛衣 恩美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脸上写满了自责和愧疚 那就是我 原来他们两人是在恩美的婚礼上认识的 男人是他丈夫那边的来宾 因为对善婴一见钟情 便发起了单方面的猛烈追求 一开始他还能忍受男人的骚扰 但后来男人变得更加过分 善婴只能向各方寻求帮助 可是却没有人相信他说的话 他也曾试图报警寻求帮助 可男人只要一拿出两人恩爱的照片 警方也都误以为是情侣之间的打闹 等到恩美察觉到他的异常时 事情已经变得难以挽回了 为了躲开男人的恶性骚扰 善婴只能辞去幼儿园的工作选择离开 然而他无论怎么逃都能被男人找到 在恩美眼中所谓的正当防卫 只是男人编造的谎言罢了 因为善婴曾告诉过他 宁愿自己死也不想去伤害别人 深夜躺在床上的可鲁辗转反侧 他突然想到在遗物中有一本说明书 那是一本微型监控器的说明书 但现场却没有发现监控器的 这让有语言障碍的可鲁不停地自言自语 在客厅里来回徘徊走动 接着他拉着上九来到善婴家里 嘴里不停地囊囊着说明书上的介绍 上九听了许久才猜出来 就在这时可鲁发现了异常 凑近一看 一个宛如拳头大的眼睛正死死盯着前方 然而就是他 拍下了善婴遇害的全过程 我从未见过这么可怜的女孩 为了逃避男人的死缠烂打 迫不得已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作 然而令女还没想到的是 这竟让她彻底失去了生命 而男人却将自己伪装成一个痴情男友 而她也确实成功骗过了警方 甚至律师都说 这样有良心的嫌疑人确实很少见 于是便催促着警方抓紧让她签字 女警无奈只能将文件加低了过去 就在男人准备签字时 她却突然拽了回来 再一次询问男人是否愿意如实招来 此时男人还不知道 他所做的一切 都被一个叫可鲁的遗物整理师发现了 原来过目不忘的可鲁 曾在整理遗物时 发现了一个摄像头说明书 可在现场却没有被发现 心细的他深夜回到扇婴的家里 寻找还未被发现的摄像头 最终在天花板下找到了还在工作的他 此时警方拿出了可鲁提供的摄影资料 而监控录像里还原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晚男人走进房间后 二话不说静止走到了厨房 然后拿起一把水果刀 来到女孩的面前 这一切竟是如此的随意 善因被害的真相终于被揭开 看着电脑里不断播放的视频 男人明白再多的狡辩也只是徒劳 这一刻他露出了虚伪的真面目 警方将以谋杀的罪名起诉男人 而他也终将接受法律的制裁 正因为可鲁敏锐的洞察力 善因最终才得以安眠 也因为他的执着 真相才能被揭开 最后可鲁从装满遗物的盒子里 取出一幅画 将他交到了男人的手中 这正是幼儿园小朋友送给善因的礼物 上面写满了对善因的赞扬和爱意 对象不错 接着科鲁告诉男人 幼儿园小朋友对善音那是真正的爱 但他却只有剥夺和占颖 没有尊重和给予的爱 根本就不算爱 可直到此刻 男人却依旧不知悔改 或许对于这样的人 他永远也无法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爱 科鲁的种种表现却引起了女警的注意 他很好奇科鲁究竟是如何找出真相的 科鲁告诉他 只要用心地去观察侍者的遗物 就可以听到他们想要说的话 可如果不是真心去聆听 就无法领悟到他们想要表达的意愿 女警很认同科鲁的这番话 他递给科鲁一张自己的明天并告诉他 如果他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 可以电话随时联系自己 但科鲁却说自己并不需要这段 望着科鲁离去的背影 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明天 科鲁禁真的一字不差地全部背下来 这是一个关于两个男孩的故事 一个是急诊科医生 一个是著名音乐家 圣诞节这天 救护车送来了一个伤员 他丝毫不在意自己的伤势 一直吵吵着要他的大提琴 医生愤怒地训斥他 如果明天还想有人听到你的演奏 就乖乖配合接受治疗 看着医生坚定的眼神 男人只能无奈地躺下 晚上阿贤被情音吸引来到房间里 看着认真拉大提琴的理念 阿贤问他 今天是圣诞节 可以为他弹奏一曲吗 李妍微笑地送给了他一首祝福的歌 紧紧一眼 两人便坠入了爱河 他们一起手拉着手逛街 在冬天一起享受着冰淇淋 在电影院一起看电影 宛如情侣般相互喂食 这天两人躺在床上相互抚慰 阿贤无意间得知 李妍拿到了著名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他告诉李妍 准备用还未休的年假换两个月的时间 陪他一起前往旧金山 可等到约定离开的那一天 他决定遵循父母的意愿 去跟一个自己不爱的女孩结婚 李妍却很不理解 他拼命地想要挽留 阿贤的一番话宛如一把尖刀 狠狠地刺进了他的心窝 如今他只想知道 阿贤究竟有没有爱过自己 看着一直沉默不语的阿贤 他知道了心中想要的答案 也明白他们就不该产生感情 更不该遇见彼此 可两人谁也不知道 这一别竟真的成了永别 这天 一个情绪激动的病人持刀挟持了护士 威胁医院给他所需要的药物 阿贤冷静地安抚病人 他缓缓地将药物递过去 可没想到护士突然震脱出去 阿贤立马上前阻止病人继续伤人 扭打过程中 他被病人狠狠地甩在地上 但也成功控制住了现场 等所有人反应过来时 阿贤已被病人割破了颈动脉 他绝望地看着眼前的这一切 还有很多想做还没做的事情等着他 甚至他再也没有机会对李言说出那句话 紧接着阿贤家里请来的遗物整理师 从这些遗物上面他们得知 阿贤是家中唯一的独生子 年轻帅气又有才华 可鲁将重要的物品收进黄盒子里 抽屉里有一本旧金山的护照和机票 还有一封还未送出的信 此时外面也传来了医生父母的争吵声 科鲁拿着医生留下来的信 因为不知道是写给谁的 所以问他爸妈是否知道 接过信的爸爸看了一眼 就直接将他扔进了火盆里 科鲁健壮 无故熊熊烈火 也要将他捡起来 因为这是医生留给他爱人的心里话 科鲁必须让那个人读到这封信 这是科鲁的执着 哪怕他的手都被烧伤了 还是没能救回这至关重要的一封信 可即便如此 他依旧是将残余碎片收起来 拥有超强大脑的科鲁 企图从遗物中找出有关他爱人的信息 从众多的音乐宣传单中推测出 他爱的人是一个大提琴师 几人猜测那个人就在这三个女人之中 随后科鲁又找到一张大提琴演奏会的门票 演出时间就在明天 于是他们一大早就赶到了演奏会现场 将宣传单上的女人挨个问了一遍 可都说不认识阿贤 突然科鲁指着墙上的海报 说阿贤喜欢的人就是他 可这个结果却让上九和小叔大吃一惊 而这个人正是他们从未怀疑过的男大提琴手 因为科鲁刚刚去了趟卫生间 站在他身边的这个男人 手腕上刻的正是医生的名字 几人当即找到李妍 询问他是不是认识阿贤医生 可他却说不认识 上九拉着科鲁准备离开 但科鲁却依旧执着地询问 他只好解释两人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科鲁告诉他 阿贤医生因为意外已经去世了 看着愣在原地的李妍 上九和小叔连忙拉着科鲁离开了 走进房间的李妍摊坐在地上 掏出手机不停地拨打阿贤的电话 然而等来的只是无人接听的提示音 依旧不愿相信真相的李妍 在网上查询着有关阿贤的消息 脸上写满了伤心与痛苦 他连忙赶到医院 看到医院走廊里摆放的遗障 这一刻压抑许久的情绪再也绷不住 李妍独自一人来到天台 嘴里不停嘟囔着抱歉的话 另一边准备离开的科鲁 听到有人正在呼喊 晚上准备演奏的李妍突然消失不见了 接着他们猜测 他很有可能会去两人初次见面的地方 终于他们在医院的天台找到了李妍 科鲁告诉他 阿贤曾给他的爱人留下了一封信 但因为被他爸烧掉了 于是科鲁将收集到的碎片递给李妍 同时小树也将剩下的遗物一并交给了他 一张阿贤偷偷订的去救金山的机票 一对客有两人名字的戒指 看到这些他才明白阿贤是爱自己的 科鲁也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 将阿贤信上的内容 一字不差地背给李妍听 优优独播剧场—— 最终李妍还是参加了演奏会 因为他要大胆地讲述他们的故事 并在台上隔空对着去世的阿贤表白 说自己知道生命最后一刻也会爱着他 接着李妍带着戒指再一次演奏 第一次在医院里送给阿贤的圣诞歌 难道爱一个人是值得羞愧的事情吗 无法去爱别人才应该羞愧吧 小女孩好心送一台空调给门卫老人 因为在这高温40度的夏天 老人却只能扇着报纸来驱赶炎热 可黑心业主却因不想分担高昂的电肥 禁止高气昂地指责老人不要脸 为了保住这赖以生存的工作 老人只能卑微地向男人道歉 并承诺自己不会开空调的 哪怕面对小女孩的苦苦哀求 老人也只能微笑地安慰他 或许在一些为富不仁的有钱人眼中 卑贱的门卫仅仅是他们忽来唤去的庸人 随着男人的呼喊声 老人只能替他取出笨重的高尔夫球杆 在男人不断地催促中 老人急忙收拾好一切 朝着男人的方向走去 却没想到被急驰而来的轿车撞倒在地 可也正因为这个车火 让老人彻底失去了门卫的工作 然而更令人崩溃的是 在医院检查身体时竟被确诊癌症晚期 心如死灰的老人走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 脸上却写满了绝望和担忧 只因他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妻子需要照顾 老人手捧鲜花来到疗养院 看着夕阳下卧病在床的妻子 满眼心疼地缓缓打开房门 他保持微笑来到妻子的面前 小心翼翼地将鲜花递到妻子的手中 看着他幸福而又满足的笑容 老人并没有将糟心的事告诉妻子 反而温柔地说准备替他完成心愿 接着老人推着妻子走出了疗养院 两人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回到家后 两人依偎在一起欣赏着眼前的美景 可就是这样一对恩爱的老夫妻 却向可鲁他们预约了一物整理的请求 当他们赶到约定好的地点时 上九却被眼前的这一幕吓坏了 原来正是那对恩爱的夫妻殉情自杀了 床边的纸条上写着 我们俩要一起离开这个世界 向过来整理的人表示歉意 食指向扣的双手和妻子深情望着丈夫的合照 无疑不再诉说着两人生前是多么的恩爱 天台上 社区福利科的员工有林正在介绍老人的基本情况 可当得知老人是因为丢了工作才决定服要自杀时 上九脸上充满了不屑和比 他认为老人这样的做法是极不负责的表现 也正因此上九不愿意替这种人整理一幕 而可鲁在得知没有人接收遗物时 也依旧坚持要替两位老人整理一幕 他如往常一般取下帽子 卫视者哀悼后开始整理一幕 随着可鲁的不断整理 房间里老人生活的种种痕迹也渐渐消失了 当遗物被整理得差不多时 上九却意外在房间里发现了一个暗门 打开一看 竟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叨了 原来老人生前是一个很浪漫的人 而这些都是为他的妻子提前准备的 细心的可鲁发现花盆上都贴着标签 上面写的全都是105栋单元的门牌号 他决定将这些盆栽按照标签还回去 原来他们都是别人扔掉不要的 却被老人照料长得如此茂盛 但还是有人觉得很惠气 直到小女孩得知老人去世的消息时 蜷缩在门口伤心地痛哭起来 与此同时 友灵也在疗养院这里了解到 原来老人服用的安眠药正是妻子在这里吃的药 而她为了不拖累老人早就有了自杀的念头 所以她搜集很久才有这么大剂量的药 当得知老人身患绝症后 两人这才下定决心一起共赴黄泉 当上九看到老人的照片后 与老人偶遇的一幕幕不经浮现在脑海里 老人对待妻子那温柔体贴的态度 令上九明白自己误会了老人 看着手中老人与妻子的合照 上九脸上充满了自责与愧疚 她询问友灵有关老人葬礼的事情 友灵告诉上九 因为两位老人无儿无女 所以他们只能替老人举行一场简陋的葬礼 葬礼上 友灵一人独自坐在堂前看着老人的遗照 就在这时 哥鲁和上九两人把老人的盆栽全部搬了回来 将他们一一摆放在遗照的两旁 瞬间冰冷的灵堂显得春意暖暖 而小女孩也手捧着山茶花来到葬礼上 向他们表达了哀悼之情 相比于这边简陋的葬礼 隔壁的葬礼却显得十分豪华 看着快要被花圈堆满的房间 上九竟开始动起了小酒酒 趁着间隙将花圈悄悄偷走 没成想却被可鲁当众揭穿 吓得上九连忙捂住他的嘴巴逃离了现场 他告诉可鲁 花圈是代表有人祈愿雇人去天堂的意思 可这边却一个都没有显得有些气凉 听完上九的话 可鲁陷入了沉思 他发现老人20年前担任过在华建设的部长 而花圈上写的字也是在华建设 为了让葬礼不显得那么冷清 可鲁来到隔壁的葬礼上 向在场所有的来宾分发着老人的名片 可现场没有一个是认识老人的 直到董事长的出现 向可鲁再三确认老人的身份后 他带着一群人来到老人的葬礼上 望着灵堂中央老人的一项 颤颤巍巍的为他曾经的领导上香 原来多年前他还在跑销售的时候 老人就一直默默陪在他身边 葬事长表示自己会好好珍藏这张名片 接着在华建设的全体成员纷纷到场送花到面 注意看 这个男孩正在遭受校园霸凌 软弱的他却不敢有丝毫的反抗 面对霸凌者们不断的嘲笑和羞辱 他颤颤巍巍的跨过护栏准准备跳江自杀 就在准备跳下去时 一个声音打断了男孩接下来的举动 原来正是刚刚打完黑拳的上九 面对这群嚣张无比的霸凌者 上九三下五除二就将他们打趴在地 当他准备废掉男人左手时 刚刚被霸凌的男孩近开口阻拦上九 看着向自己道歉的男孩 上九却不耐烦地告诉他 与那些欺负弱小的霸凌者相比 我更讨厌你这种懦弱无能的脑肿 男孩被上九的话深深刺痛了 看着渐行渐远的背影 男孩做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 站在窗外的男孩 被眼前的这一幕深深震撼到了 昏暗的拳管里 上九正在一拳又一拳地击打着沙袋 哪怕拥有以一打五的水平 却还在严格要求自己进行训练 趁着上九坐下休息的间隙 男孩殷勤地地上刚买来的矿泉水 可下一秒 上九竟把手中的水狠狠地扔了出去 并警告他不许再来骚扰自己了 可此时的男孩却一改常态 他告诉上九 自己从来没要求让他出手相救 可既然救了自己 就要对他负责到底 上九听后却质问他是不是疯了 自己凭什么要对他负责 接着便把他赶出了拳管 可接下来 每当上九在拳管练习时 这个名叫秀车的男孩都会准时出现 甚至厚着脸皮求着上九教他拳击 而上九也被秀车的恒星所感动 扔给他一双拳击手套并告诉他 因为手臂很长的优势 只要跟对手拉开一点距离 就可以一个长拳将对方打倒在地 接下来上九教他如何缠绕绷带 如何才能更快速地出拳 陪他一起进行体能训练 看着如此刻苦训练的秀车 上九也露出了心为自豪的表情 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将秀车培养进国家队 而秀车也不负上九的厚望 在全国体育大赛上一举夺冠 这也让坐在电视机前的上九激动不已 恨不得冲上去抱着他狠狠亲一口 可令上九没想到的是 秀车在状态最巅峰的时刻 竟然选择退役再也不打拳击了 他告诉上九 自己准备和爸爸一起开一家五金店 但由于还差点资金 他决定瞒着上九去打一场黑拳来赚最后一笔钱 可等到他上场之后却傻眼了 对手竟是自己最敬爱的师傅上九 两人顿时失去了继续打下去的兴趣 可现场四周不断传来呼喊声 他们也明白这一场比赛在所难免 当上九得知秀车是为了赚取开店的本金 开始不断劝说他动手打自己 对上九有敬畏感激之心的秀车 却怎么也下不了手 无奈之下 上九只能朝着他不断地挥舞着拳头 因为他明白如果这场比赛不分出胜负 他们两人谁也别想离开地下拳馆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上九经一时情绪失控 一拳狠狠地打在了秀车的脑袋上 遭受重击的他摔倒在地晕死了过去 也正是这最后一集 秀车被打成了植物人躺在医院里 而上九也因故意伤人罪被捕入狱 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拳王徒弟 最终却在地下拳场遇见成了对手 可这个比赛的规则却是只能活一个 为了能够让徒弟活着走下擂台 上九不断用言语刺激着秀车 甚至还狠狠地打了他一拳 秀车也渐渐开始了本能的反抗 两人你来我往的拳拳倒肉 将比赛彻底推到了白热化阶段 直到第六个回合结束后 赌场女老板却警告上九 如果她不能打赢第七个回合的话 那大家都会完蛋 而秀车也会拿不到一分钱 这一刻 上九明白自己已经退无可退了 很快第七回合就这样拉开序幕了 上九一次又一次地将秀车打倒在地 可秀车却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 看着如此坚韧的徒弟 上九不停地咆哮让他不要起来 突然上九却在人群中听到了哥哥的声音 看到人群中正在高喊自己名字的哥哥 瞬间让上九想起小时候被哥哥抛弃的事情 原来在他小的时候 常年遭受家暴的上九希望哥哥带他离开 却没想到哥哥这一出门竟彻底消失了 无尽的恨意顿时涌上心头 上九把心中所有的恨意汇聚在了拳头上 狠狠地打在了秀车的脑袋上 秀车被一拳打倒在地 却再也没有站起来 从此成为了植物人 而上九也因故意伤人被判了三年 服刑期间 哥哥也曾前去探望过他 可当怀恨在心的上九 看到是哥哥转头便离开了 殊不知此时哥哥已经身患绝症 等到他出狱后等来的却是哥哥去世的消息 律师告诉他不仅需要成为可鲁的监护人 还要辅助可鲁做遗物整理的工作 而上九每天都会来到医院陪着秀车 因为这个他会愧疚一辈子 然而秀车妹妹却很冷漠地对上九说 虽然多亏了他哥哥才捡回一条命 可那一声谢谢却始终说不出口 上九愧疚地说出了那句对不起 这天晚上他突然接到秀珍的电话 得知秀车病危的消息 上九立刻赶到医院询问他的情况 妹妹告诉他哥哥的病情突然恶化 需要动手术才能救治过来 可当医生询问是否确定动手术时 一旁的秀珍挣扎片刻竟选择了放弃治疗 或许是不想让哥哥毫无尊严地继续苟活 又或许是想要彻底卸下这沉重的负担重新生活 让他不得不选择放弃治疗 但上九却认为只要秀车还有一口气在 他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他努力活下去的 上九回到家中将房本偷了出去 他找到赌场老板并想通过抵押房本来换手术费 可老板却提出让他再打一次黑拳 只要一场比赛就可以将手术费和之前的债务还清 同时秀珍也发来短信让他抓紧打回去 无奈之下 上九只能在协议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 当上九拿着钱赶到医院时 正好看到被推出来的秀车 他掀开白布 看着已经去世的秀车 上九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幕 一向坚韧的上九却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葬礼结束后 上九来到秀车的家里 而妹妹却向他说出了感谢的话 感谢他一直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哥哥 如果不是上九一味的咬牙坚持 或许柔弱的秀珍早已对哥哥放弃治疗了 那样自己真的会愧疚一辈子 妹妹还告诉上九 哥哥为什么一定是现在才走 或许他是一直在等你 这一刻 上九眼眶中泛着愧疚的泪水 他提出要为秀车做一次遗物整理 屋子里的奖杯 拳击手套 每一样都充满了两人一起训练的回忆 下一秒 他竟发现一张诊断书 原来秀车竟然得了拳击手脑并综合症 难怪当时他会跟自己提出放弃拳击 而在诊断书里还夹杂着一张名片 正是上九哥哥的名片 背面写着 上九的哥哥 我会让你们见面的 这一刻上九突然明白秀车为什么会去打黑拳了 他曾是地下拳击场的绝对王者 如今却在工地上辛苦地搬砖 而这一切的起因都源自于他最疼爱的徒弟身上 原来在一场地下拳击比赛过程中 上九一时情绪失控将徒弟打成了植物人 直到徒弟去世后 他才想明白徒弟参加比赛的真实用意 竟是为了让上九和失散多年的哥哥再次相见 可没想到这反而更加深了上九对哥哥的恨意 同时打电话告诉赌场老板 他决定不再回去打黑拳了 而欠他的钱也会想办法还清的 接着也告诉科鲁自己不回去的消息 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只能来到工地讨生活 对于上九来说 虽然这样的工作很辛苦 但心里却很踏实 唯独放心不下的就是身患自闭症的侄子 然而上九还不知道 此时的科鲁正在张贴寻言启事 希望以这种方式找到自己的叔叔 可突然车里下来一伙人 直接将科鲁抬走了 科鲁成了威胁上九的筹码 拳击赌场老板娘绑架了科鲁 看到消息的上九 嘴上说着跟他没有关系 身体却不由自主地赶了过去 来到昏暗的地下拳击场 上九告诉赌场老板娘 科鲁和他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且自己和他的父亲还是冤家 如果你真的要对付他 那感情是帮了自己一个大忙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可老板娘却一脸不相信地说道 你这么快赶过来就说明了一切 没想到秀车死后 你又出现了新的软肋 接着老板娘向上九成梦 只要他能够遵守约定 打完那一场比赛 自己就不会去为难一个孩子 上九明白此时 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两人平安到家后 科鲁说自己很高兴叔叔回来了 然而上九为了保护科鲁 不得不冷酷起来 可鲁问叔叔 难道以后叔叔不会来找自己了吗 看着准备离去的可鲁 上九心中充满了不舍与自责 可他明白只要参加那场比赛 自己就再也回不来了 因为老板娘那边已经将赌注提高了 准备和所有人玩一把大的 第二天可鲁收拾东西准备独自去游玩 因为这是和爸爸约定好的日子 每年都会在这个时间出去游玩 由于爸爸不在了 他要自己一个人前去 不准任何人跟着他一起 小美不放心独自出门的可鲁 强行让上九跟在他身后暗中保护 而可鲁居然来到了人满为患的游乐场 难道自闭症也会喜欢热闹的地方吗 可让上九更不理解的是 可鲁只看不完 每当驻足看完一个项目后 都会在纸上做个标记 代表自己精神上已经玩过了 直到可鲁在卫生间碰到了一群学生 立马制止他们抽烟和浪费水的行为 他们不仅不听从可鲁的劝告 反而嘲笑他说话就像野机器人一样 甚至将他推到墙角 准备用烟头狠狠烫可鲁的脸 外面响起了警报声 学生被吓得立马逃离了现场 原来这正是暗中守护可鲁的上九做的 接着他又找到这群逃跑的学生们 狠狠地挨个打了他们的屁股 上九将他们手中的香烟全部毁掉 忙完这一切的上九假装和可鲁偶遇 然后强行拉着他去玩宇宙战士 同时告诉他自己也是第一次玩 但可鲁却被吓得不敢睁开眼睛 在上九不断地劝说下 他尝试勇敢地睁开眼睛 却被眼前的景色惊艳倒了 原来只要你勇敢地向前跨一步走 你想象中恐怖的事情就会变得没那么可怕 而可鲁也体会到了这种刺激的快乐 他们体验了一个又一个的项目 当可鲁坐在旋转木马上时 上九仿佛看到了哥哥的身影 因为哥哥也曾说过要带他去游乐场玩的话 然而最终哥哥却没有信手承诺 当可鲁将所有的项目玩完后 他让叔叔自己先回家 因为他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需要去做 上九只好默默跟在可鲁身后 来到一处偏远的火车站 发现静是曾经哥哥遗弃自己的地方 然而上九却不知道 这里面竟有一个令他们兄弟间遗憾终身的误会 爸爸正在狠狠地殴打妈妈 突然一个杯子砸了过来 他站在墙角害怕地瑟瑟发抖 却始终不敢哭出声来 因为爸爸不停歇地打着 嘴里还不停地骂着绝不会放过他们 自从妈妈死后 每当爸爸喝醉酒的时候 就会拿瘦弱的上酒撒酒疯 为了有钱买酒喝 还会去抢上酒手中的学费 上九不愿松手 爸爸就要动手 好在被哥哥拦了下来 静佑是他的同母异父的哥哥 可他这样的行为却彻底惹怒了爸爸 而他之所以不愿离开这个冷血的家 就是因为不放心年幼的弟弟上酒 哪怕被继父扫地出门 他也不忘安抚躲在角落的上酒 而在上酒眼中 静佑哥哥也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束光 哪怕只是拿出一份简陋的蛋糕 插上一根火柴 上酒也没有丝毫嫌弃哥哥的心意 开心地过着他十岁的生日 竟又让他闭上眼睛许个愿望 但上酒却说自己有很多愿望都能实现了 上酒告诉哥哥 他希望每年生日都能去游乐场 然后将所有的项目通通玩一遍 不仅要通通快快地吃炸鸡和披萨 而且生日礼物也是必不可少的 上酒接着说 自己要的不是假货 必须是在首尔的大商场里买的真货 一向疼爱弟弟的静佑 却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 哪怕自己需要很辛苦地挣钱 只要看到弟弟能够开心的笑容 一切都是值得的 一年后 整日酗酒家暴的恶魔爸爸去世了 上酒也被屋里的人商量着送去孤儿院 就在这时哥哥出现了 哥哥告诉上酒 他一定不会让上酒被送去孤儿院的 竟又让上酒将必须品装进背包里 约定好后天去车站接他离开这里 更是向上酒承诺这次会满足他所有的愿望 然而等到了约定的那一天 哥哥却始终不见踪影 甚至上酒在那等了三天三夜 却依旧没能等到哥哥 此时上酒内心充满了绝望 他认为疼爱自己的哥哥遗弃了自己 同时也在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恨的种子 这天 上酒跟着科鲁来到一处偏远的车站 发现竟是曾经自己苦等哥哥的地方 看到不远处的科鲁正在摆弄着石头 上酒立马问他为什么要来这里 科鲁告诉他 他和爸爸每年都会来这里 然后将石头做成这个用来许愿 因为他希望对他来说珍贵的人能健康和幸福 科鲁的话彻底唤醒了上酒对哥哥的恨意 愤怒的上酒一脚踢翻了许愿石 发现一通的上酒转身便要离开 却看到了拐角一处荒废的地方 正是他小时候躲藏的地方 情绪低落的他始终不理解哥哥为什么没来 看着情绪崩溃的上酒 科鲁选择将真相告诉上酒 原来就在他们约定好的那一天 三丰百活因为豆腐渣工程 仅仅在20秒内轰然倒塌 而这也是韩国自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人员伤亡 造成501人死亡 937人受伤 6人失踪 而那天他的爸爸也在其中 被困三天三夜才成功被救出 因为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很久 而爸爸妈妈也是因为在医院里相遇认识的 然而此时的上酒还不知道哥哥为什么会去商场 在他看来这些都是遗弃自己的理由 直到深夜他在储藏柜中发现了两排耐克的运动鞋 打开一看 正是自己小时候梦寐以求的生日礼物 每一个鞋盒里都写了一张贺卡 住上酒生日快乐 给15岁的上酒生日快乐 哥哥每一年都会买一双 看着满贵的鞋盒 原来哥哥从来都没有忘记对自己的承诺 而他也终于明白哥哥那天为什么会出现在商场 竟是为了给自己买生日礼物 他难以想象哥哥受重伤时还拼命地保护理 瞬间无尽的愧疚与自责涌上心头 他痛恨自己为什么不给哥哥一个解释的机会 而如今在想当面喊一声哥哥却不可能 这也成了上酒最遗憾后悔的事情 上酒收拾好物品 却发现了一个令他震惊的事情 男孩苦苦寻找妈妈25年 可找到妈妈时却不敢相认 因为妈妈是一位著名主持人 为了不给妈妈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他只能假装粉丝上前要签名 甚至防止妈妈认出自己 只能先编了一个名字 接着妈妈在书上写着 马修先生祝您幸福 然而妈妈还不知道 这竟是他们俩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出租屋里 马修躲在黑暗中悲痛地喝着手中的啤酒 看着书中妈妈写的祝福自己幸福的字眼 无家可归的他觉得字里行间都是对他的讽刺 愤恨地将书撕成了碎片 黑暗中他独自承担下了所有 蜷缩着的身影看着很让人心疼 其实马修也曾在社工友林的帮助下 联系上了妈妈那边的工作人员 然而他们却表示妈妈拒绝见面 因为他现在的处境不允许出现丑陋 失魂落魄地他走在昏暗的街道上 看着电视中光彩夺目的妈妈 他只能靠着药物来稳定自己的病情 然而这一次 马修却再也没有醒过来 社区工作者友林请来的遗物整理师 而他也提前打了预防针 因为遗体是在七天后才发现的 所以屋里的状态会显得十分糟糕 同时友林也向上九他们介绍了马修的基本情况 原来他是被遗弃在火车站的起因 好在有美国夫妻收养了他 带回美国后却发现有心脏病 便又将他弃养了 由于不是美国公民 只能被遣送回到韩国 可韩国也没有他的档案户籍 四年前回到韩国只为寻找自己的生命 因为不懂韩语也没有身份证明 交流困难的他连一份兼职都找不到 友林哭着说后悔自己没有经常过来看他 不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上九和可鲁走进房间 看着被啤酒瓶堆满的地面 可鲁他们摘下帽子 卫视者哀悼后再开始遗物整理 随着他们不断的整理收拾 见证马修悲惨一生的痕迹也渐渐消失 但可鲁他们却把那些看似珍贵的东西 都装进遗物箱子里 因为他要亲手将遗物交到马修的母亲手中 然而在友林那里没有得到有用的信息后 可鲁想通过马修的遗物中提取线索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发现书中有一张照片 竟和小时候抱着马修的女孩长得一模一样 于是他们推测他就是马修的妈妈恩静 上九认为恩静是在16岁生下的马修 没有能力照顾只能选择气养 而如今却成了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所以他只能忍心拒绝相认 而小美表示想将这件事发表到网上 来揭露他丑陋的嘴脸 然而却遭到可鲁的拒绝 因为马修生前并不想给妈妈带去麻烦 面对坚持要将遗物交给狠心的生物时 上九表示那样的女人连看一眼都不会 第二天他们来到恩静上班的地方 由于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等到下班 他们一路跟随恩静来到他的家门口 就在他准备进屋时 上九突然叫住了恩静 询问他认不认识一个叫马修的 他的韩国名字叫江成明 可妈妈却还在装胡同 装作很诧异的样子 直到可鲁告诉他马修去世时 并将遗物递到妈妈的面前 全都是他出版的一些书籍杂志 然而他却还是坚持自己不是马修的生物 接着可鲁拿出一张马修和女人的合照 没想到恩静看到照片的瞬间便情绪崩溃了 一目目的回忆瞬间涌上心头 原来在马修被领养到海外之前 恩静一家人承担起了照顾他的责任 而恩静也特别喜欢成明 带他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还在他的衣服上绣上了成明的名字 可随着时间的不断推进 很快就到了要和成明分别的日子 或许是因为不想再面对分别的煎熬 成明也成了他们家最后一个负责照顾的婴儿 可也正因为这一张合照 才让他误将恩静当成了自己的妈妈 恩静看着自己亲手秀的名字 悲痛的失声痛哭起来 同时他也向上九他们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让自己记起来那个孩子 回家的路上 可鲁他们看到恩静正在电视上 报道马修的事情 并呼吁政府能够积极施以援手那些 被海外欺养的孤儿 看完报道的可鲁也陷入了沉思 这个男人平时总是拉里拉他的 今天却主动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只因今晚要和战斗民族拳击冠军打比赛 他明白这次比赛自己可能凶多吉少 为了和侄子好好道个别 他一大早便起来给可鲁做了丰富的早餐 然而他这种怪异的举动却引起了可鲁的注意 可鲁一把抓住盘子 并让上九说自己不会死 他才会继续吃 上九表示自己那么健壮 怎么可能会死 可鲁听到这话才放心下来 看着正在吃早餐的可鲁 上九眼神中充满了不舍和欣慰 却还是拎着行李离开了房间 坐在门口一直等到小美的到来 他告诉小美 可鲁就拜托给他了 就像现在这样照顾他就好 不明所以的小美还以为上九又要离家出走 但上九却表示那是有家的人才会做的事 看着离去的上九 小美立马冲进房间询问可鲁发生了什么 可没想到昨晚可鲁听到了上九的电话内容 凭借过目不忘的本事完整地复述了一遍 听完的小美立刻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他立马查看上九的帐篷希望能发现什么 没想到竟发现了有关拳击手脑病的文件 小美告诉可鲁叔叔今晚可能会死在赛场上 听完后可鲁内心充满了对上九的担心 两人立马开始赶往地下拳场 因为怕叔叔打黑拳被抓进去 他们也不敢直接报警 这时可鲁想到一个人可以帮他 因为对方曾说过有困难可以随时找他 等两人赶到十大门却被密码锁住 因为可鲁之前被抓过来一次 过目不忘的他很快就打开了密码门 此时场上的比赛已经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这时可鲁喊了一声叔叔 上九惊讶地看向可鲁的方向 就在他分神的瞬间 对手竟从手套里取出了提前藏好的小刀 趁着上九不注意 狠狠地划在了他的脸上 看着叔叔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鲁的大脑正在飞速地转动 他要想办法将叔叔救出来 突然想起上次老板娘开灯的画面 他立马冲向那里 就在对手准备发起下一轮进攻时 全场的灯突然熄灭 可鲁和小美趁机带着叔叔准备离开这里 却被拦住不给走 突然远处亮起了强光 他们已经被警方团团包围了 大批的警察赶到现场 现场陷入了一片混乱 带队赶来的检察官也向警方隐瞒了可鲁一行员 他们也趁乱逃离了现场 可鲁认为叔叔得了拳击手脑并会死 紧张的他不停地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忙完一切的可鲁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脑海中不停地浮现出叔叔受伤的画面 还有爸爸突发心脏病离开的样子 他还是不放心 连夜赶到了医院里 却将睡梦中的上酒吓了一条 然而不管上酒如何劝说 可鲁却坚持要在医院守护叔叔 看着躺在沙发上睡觉的可鲁 上酒被他的这种举动逗笑了 然而这却让他的内心充满了温暖 出院后可鲁做了丰富的早餐 上酒不敢相信地走到座位上 看着眼前的可鲁 上酒明白他彻底接受了自己的存在 这是门外传来的敲门声 原来是无律师来了 因为可鲁把爸爸的骨灰盒放在家里太久了 而墓园那边已经做好了埋葬的准备 如今是时候让爸爸和妈妈团结了 昏暗的房间里 一时接受不了的可鲁紧紧抱着爸爸的骨灰盒 蜷缩着的身影看着不禁让人心疼 就这样将自己锁在房间里一天一夜 门外的上酒他们担心可鲁做傻事 冲进房间后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 他们将可鲁能去的地方通通找了一遍 却始终没有发现可鲁的身影 愧疚的上酒对着哥哥照片不停说着抱歉的话 就在这时桌上的一张照片引起了上酒的注意 正是静佑在釜山当消防员时的合照 他立马驾车去寻找可鲁所有可能去的地方 来到釜山消防队 静佑的老同事向上酒讲起了可鲁的故事 消防员正在寻找受伤的猫咪 突然墙角边传来一阵哭声 走近一看 竟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 在寒冷的冬天 宝宝就这样被遗弃在了地下室 静佑小心翼翼地将宝宝护送到车上 忙完工作的他立马赶到医院看望宝宝 护士告诉他宝宝的情况并不乐观 但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活下来 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看着保温箱里的小不点 静佑眼神中充满了心疼与怜悯 他轻轻抚摸着只有手指粗的胳膊 生怕一个不小心伤着宝宝 同时也在心里默默为他加油打气 或许是感受到了静佑的关心 小不点紧紧握住了他的手 也是这一握住定了两人父子情分 宝宝恢复得很好 但同事却告诉他孩子可能会送去海外领养 这让静佑不禁陷入了沉思 下班回家后 他将这件事告诉了妻子 妻子却提出在孩子送去国外之前 想和静佑一起是看到孩子 第二天他们一同来到领养中心 第一次见面 妻子抱着宝宝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也让他们感觉到了真正的幸福 妻子每天都会准时过来陪伴宝宝 逗他开心 为他喝奶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让不能生育的他 第一次体会到了当妈妈的乐趣 可很快就到了宝宝要被送走的日子 妻子慌张地来到消防队找到静佑 表示自己已经没有办法离开他了 我可能会离开 怎么办 怎么办 接着他又告诉妻子 即使你不主动提出这件事 自己也会提出来的 但害怕你不同意 既然你现在说出来那就好办了 听到丈夫同意留下孩子后 妻子激动地上前拥抱住了静佑 而静佑也早就把孩子的名字取好了 自此之后 科鲁也成了消防队的开心果和吉祥物 在这个有爱的大家庭里渐渐长大 然而随着长大 科鲁直到四岁也不会说话 经过医生的一番检查 他的听觉和发声系统都没有任何的异常 医生推测可能是因为孩子异常的心理状态 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说话 这种症状我们称之为选择性肩默症 为了能和儿子更好的沟通 他们每天对着电视学习手语 对照书籍练习手语 好学的妻子询问静佑 很危险不要碰 应该用手语该怎么表达 静佑想了一下还是翻书查阅起来 然而另一边的科鲁已经给出了答案 或许是找到了与儿子沟通的方式 又或许是因为儿子超强的学习能力 两人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同时他们也发现科鲁经常看一些鱼类的书籍 于是便带科鲁来到了海洋馆 很快科鲁的目光便被这些鱼深深吸引住了 令他们都没想到的是 科鲁居然第一次开口说话了 看着正在自言自语的科鲁 妈妈激动得不停感谢老天爷 他们的儿子不仅会说话还是个天才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没有维系多久 善良的妈妈被确诊是癌症晚期 懵懂的科鲁询问妈妈为什么会哭 妈妈告诉她是因为自己太幸福了 然而有情感障碍的科鲁 还没意识到善良的妈妈即将离开自己 妈妈死后 科鲁不停地在房间里寻找妈妈的踪迹 他始终不愿相信妈妈已经不在的事实 就在科鲁21岁的时候 相依为命的爸爸也因突发疾病离开了他 一时接受不了的他抱着骨灰和离家出走 上九为了找到科鲁 来到金佑之前工作过的消防队 从同事口中得知 科鲁如果来到釜山 那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 此时的科鲁正在釜山海洋馆里 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爸爸曾经告诉他 妈妈在他的眼里 在他的心里 或许也只有这里 科鲁才能幻想爸爸妈妈还在身边陪着自己 可幻想终究抵不过现实 幻想破灭的科鲁陷入了恐慌之中 幸好上九及时感到安抚了他 科鲁表示不管自己如何努力 爸爸再也不会对我说做得真好了 自己再也听不到爸爸的声音了 上九却说曾经有一个人告诉过我 即便是逝者 我们也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科鲁瞬间明白叔叔话中的意思 回到家后 科鲁决定替爸爸进行遗物整理的工作 在整理过程中 他在爸爸的手机里发现了一段视频 正是静又提前录好给科鲁看的 他告诉科鲁 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快乐就是做科鲁的爸爸 同时也要求科鲁代替爸爸 每天对着镜中的自己说一遍 做得真好 这一刻科鲁真正地接受了爸爸去世的事实 而吴律师也找到了上九 却告诉他不适合继续做科鲁的监护人 得知这一消息的上九 强迫自己做出故作轻松的样子 然而这三个月的相处时间 两个相互治愈彼此走出人生阴霾的人 身后的感情又岂会轻易割舍 因为科鲁的一再坚持 上九也最终成为了他的永久监护人 上九的眼眶被洗击而泣得泪水尽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